管我孩子校校前 请国家属立即特换校长 教职员工和家长举起白布条 24号一早站在校门口抗议大喊 控诉校长一连串的离谱行径 甚至以防疫之名 要求学生放下政客制作手工造 制作防疫海葡萄的手工造 赞不赞成 赞成 学生为了赶工包装一周五天 都没看到原本的上课老师 严重影响到孩子的受教权益 甚至还爆出校长拿手工造 送给行政院和教育部等官员做公关 似乎把特教生当成免费劳工 我们当初原委校长是要送给医务人员 但是后来却沦回校长公关之用 你有要出来吗 回应了 我会发表声明稿 你会发表声明稿 校长你的声明稿是什么 可以稍微念一下吗 挂掉电话 断开联系 原本承诺家长 25号上午10点要出面声明的校长 结果时间到了 人却蒸发 手机也不接 只丢给老师电子声明稿 校长表示 第一批手工造 送给不分党派的官员 要表达感谢 预计第二批送给第一线医护人员 而校长也道歉 他的言语表达不善修事 已经虚心检讨并持续改正 国教署连续两天都没接电话 校长必不见面 身为主管单位的国教署 也没出面回应 也难怪家长和教职员 这场怒火越烧越大 第九六月招邻居华年报道